飞哥待访穿越大唐 第八集 我带着自家小龙穿越到了大唐 家里不仅有便 还能用上两句网络 这里 就是我的封地上河村吧 唐飞看着眼前的一片荒地 零散分布着一些破落的草房 就这样破败的连滩印象里 贫民窟都比不上的村子 大唐官府也好意思用来当作封赏 回公子的话 这里正是尚河村 共计有住户32户 人口134人 田厂 唐飞听着绿衣在那里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 自己的脑袋都大了 很好 以后这尚河村所有田厂富士都交给绿衣了 这间院子 是原来的主人留下的 到时候公子可以来这里住 嗯 这是院子吗 是的 公子 那 院子呢 这到底是赏赐 还是一个烂摊子 系统 能把便利店直接搬过来吗 可以 要多久时间 一秒就够了 呦 退后 我要开始装逼了 公子 我们站这么远 是这宅死有危险吗 他这一说 催气几人也都紧张了起来 劳动莫慌 唐飞看他那紧张的样子 反而玩心大气 用脚装模作样地剁了两下地面 这突然出现的便利店把众人吓得张大了嘴巴 公 公子 你 你真厉害 小意思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住在这边了 敢问贵人可是来接手上河村的 嗯 没错 老丈可是找我有事 贵人给我家借点粮食吧 不用多 只要不让我家这娃子饿死就行 了人家 你先起来 小丫头 去拿点吃的过来 好的公子 唐飞有些惆怅地看了看这一孙俩 现在他都不知道该不该后悔接手这上河村了 了人家 你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哎 还不是因为突厥为常 这村里的人逃的逃 死的死 突厥被击退以后再回来 就发现家里之前的东西几乎一件不剩 去年种的东小麦还没成熟 也被突厥骑兵踩踏糟蹋的所剩无几 那这村里其他人的情况呢 大家应该都差不多吧 激活主线任务 每逢家杰胖三斤 奖励 检锁车库 失败惩罚 宿主增重三十斤 时间 截止到下一次回归前 系统你又来 这又是什么破任务 我过个年都才胖三斤 三十斤你是怎么说出口的 我就不能做件好事吗 有时没事就出来逼逼 整得就像我是被逼迫的一样 对了 解锁车库是什么意思 系统 系统 这玩意还生气了 全村长三斤 这怎么搞 这系统还真拿我当神仙了 我这便利店的东西 全村最多吃两天就没了 老孙 公子 你说官府就不给老百姓 发电什么震灾粮的吗 其实长安倒不是太缺粮 缺粮的是百姓和官府 百姓和官府 唐飞一论 这百姓和官府都没有粮了 为何又说长安不缺粮 因为官府这几年一直在减免赋税 加上战乱 军费开销也大 所以官府其实余粮不多 就无所知 即使是李将军这样的军校 也就是能吃饱川南罢了 李将军身为大唐高级将领 也只是一个温饱的程度 可想而知平民的生活 那粮在谁那里 长安城的世家 接着老崔大概介绍了一下 他所了解的世家情况 看来这粮 只有去世家大族想办法借一借了 老杜 你去叫李正通知全村人 每户过来零点今天晚上的口粮回去 明日我们去见粮 感谢您的方 allowed 我看你们以后 感谢 Ama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